诶 我记得是在这里啊 怎么往前走一走 就毛都没有了 呀 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 捣鼓伤呢 老沐 嘘 嘿嘿 小叶 藏得还挺深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半领挑一 嗨 宝贝们 欢迎收看 莫冤家族荒岛求生第五期 嗯 大家不要误会了啊 这已经是另一块了 话说回来 这个矿洞的钻石就没一个正常的嘛 咱们全喜欢藏在岩浆里面呀 事实证明 钻石这个东西 它怕冷 当然 面对这种情况 咱们可以直接在钻石上面改一桶水 然后挖就完事了 那么 既然这么简单的一个操作 为什么会被我搞得这么麻烦呢 因为我水桶不知道被我丢到哪里去了耶 废话真多 画面一转 我带着我的家喽喽来到了一片岩浆湖的上面 诶 这狗子怎么老喜欢钻人裤囊呢 不嫌害臊 咻咻 下面 咱们就给大部分的萌新宝宝 给它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小技巧 诶 既然人人都知道 那我还讲它干啥 大家试想一个问题 我们下矿的目的是什么 这不是为了发家致富吗 这不是为了钻石吗 那么 我们每次挖完矿 为什么一掉带回去用煤炭烧 为什么不能在矿洞的时候 就用岩浆桶把它们给烧了 瞧吧 一桶可以烧这么久 我不差那点煤炭 好 说得好 你赢了 这块咱们都逛得差不多了 换一片湖 继续找 往上挖 找找通道 这啥呀 咱还亮了 不凑 收 基本操作 基本操作 大家坐下啊 实不相瞒 我 作为矿神的唯一传人 不凑 咬 转身 收 收 收 哎呀 大惊小怪 哎呀 这种纯靠运气 毫无技术可言的钻石 怕得老夫真是老脸一红呀 你说 你问我挖钻石的诀窍是什么 我说看脸 你说我装拨 哎 烦恼 烦恼 哇 双钻 看来这家族矿神非我莫属了吧 咳咳 咳咳 鲒咳 谢谢宝贝们的支持 谢谢宝贝们